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媒体报邓伦杨子恋爱,称杨子母亲嫌邓伦咖未低。 那秦俊杰怎么回事? 说起去年大火的现象,即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绝对是翘楚之一, 而剧中的男女主角邓伦和杨子自然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最美好的CP之一。 当时该剧拍完后,一度有留言称两人真的在了一起, 但相信很多人对此都只是一笑而过吧。 虽然两人很有夫妻相,但怎么想都不大可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拍摄《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前, 还合作过现代剧《欢乐颂》,当时两人也是很有CP感的。 但在2月18日,某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一个非常火爆的帖子, 而发帖的网络媒体称杨子和邓伦两人是真的CP, 是真的恋爱了,并且给出的说法以及证据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目前该爆料已经火遍了整个网络了。 那么这个帖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根据这个爆料的说法,两人在一起的消息来源来自影视投资圈, 自从两人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精彩表现, 让很多投资人都想再次找到两人拍戏, 让他们再次组成CP。 但在调查中,一些投资方发现杨蜜和邓伦是真的在一起了, 而不仅仅只是荧幕CP。 那么在一起的两人如果公开的话,肯定会更加吸粉, 很小几率会引起大家的不是,那么为何两人不公开呢? 根据爆料人的说法,他说, 杨子妈妈看不上邓伦,嫌他咖位不如杨子。 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话,小编还真不懂咖位的定义了, 如今的邓伦绝对是演艺圈中的巨星啊。 不过小编个人还是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假。 不过爆料人爆料的其中一个证据也的确有些理, 而且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过, 那就是WB之夜的事情。 当时就有粉丝注意到当晚邓伦都在有意地接触杨子, 而杨子疑似不大理会他。 爆料人的说法是当时邓伦想要公开恋情, 而杨子却不想,于是显得非常冷漠。 而杨子不想公开的理由, 爆料人称除了有母亲方面的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刚刚和秦俊杰分手的事情, 毕竟太快找到男友, 被公开的话肯定会引来骂名。 从整个爆料文来看, 给人的感官上非常的详细, 如果真是真的的话, 那不得不说这个爆料人知道的真的太多了。 目前大家比起相信这个爆料, 更多的是在吐槽这个爆料很像在写小说。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槽点和BUG, 最大的就是杨子母亲贤邓伦卡位D的说法, 如果说邓伦的咖位D, 那当初杨子和秦俊杰在一起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